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118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听了熊本故事的开头,赵龙就已经在苦笑了 于和熊掌哪个都想要,就是要不到,才要有所…… 熊本终于注意到了赵龙的表情 怎么,听说过了? 这个故事,末将当年听项敏公说过 大帅一说,正好想起来 哦,难怪啊 熊本有了兴趣,以王韶的性格,当不会无缘无故讲这个故事 所谓何时啊 听到熊本这样发问,赵龙却支支吾吾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寻常闲聊时的话 熊本笑了一笑,不再多问 赵龙一向敢说话,能让他不好说出口的 多半就是跟韩刚有关 自见,于和熊掌到底该选哪一个 全凭你自己,朝廷不会逼迫人 你只要记住一点,不论选哪个,都不要犹豫太久 赵龙拱手道 大帅放心,末将明白 大理成就在眼前 熊本转头,遥遥指着远处那卧鱼山下的阴影 拿下那里,鱼和熊掌想吃哪个,都随你 李信一致善善斧,转眼就能攻下来 等到他来了才能攻打大理成 你我的面子,可就要丢尽了 前方有熊本坐镇 皇上在后方主持梁牧 加上参加过大宋历年战争的士兵军官 以及幕僚,充斥于南征军众 这让整个率府行员,以及其麾下大军 向轨道上的马车顺滑 而又一刻不停地运作着 但在大军分路并进的情况下 各路主帅免不了各具私心 欲强敌则是为难不尽 希望祸水塌隐 欲弱敌则争先恐后 给了人设服并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年西宗皇帝以举国之兵征讨西夏 差一点就功败垂成 就是因为将帅争功之故 所以这一次领军将帅的尊卑高下分得很清楚 谁为主谁为府 看了官位就一清二楚 所以雄本从来没有担心过广西的李信 能够快他一步 李信手中的军力不足 出兵时间也晚 只是偏师而已 但在雄本抵达大理城下的时候 李信已经攻到了善善府附近 这是从大理俘虏那里得到的消息 而且是十天前的事 若一切顺利的话 李信此时已经拿下了善善府 但雄本只凭他手上得到太后良府所授予的权利 李信过来之后 要是不听命令 雄本完全可以将其推出帐外斩首的 就是看在韩刚的面子上 也能让李信栽个大跟头 李信一过来 就必须听命行事 即使其攻下大理城 一样少不了他雄本的统帅之功 要与李信争攻的 就只会是赵龙 赵龙抿了抿嘴 末将这就去查探敌情 等明日便去城下扎营 营地一城三日之内 不能拿下大理城 绑着大理君臣来拜见大帅 末将这个官就不做了 通过杀人立威 整顿了麾下兵马 雄本的星园 已经来到了太和城中 原本还有些许放纵的西南诸部 被雄本的手段吓得魂飞魄散 已经没有人敢于去触动他的逆临 城池的西段位于山峰之上 东段则一直绵延到湖畔 西有山巒 东有湖泊 不论是西段还是东段 都不需要另外大费周章的去修城房 故而南诏前期的都城太和城 其实就只有一南一北两条城墙 不过后来南诏国迁都到了如今的大理城 当时的名字还是杨浅绵城 太和城便荒废了下来 尽管还有人居住 只是都城就在十几里外 这座城池也没有了太多用处 只有原本是城中的内城的金刚城 还保留至今 宋军的营垒正是傍着金刚城而休息 一座座帐篷如同雨后破土而出的蘑菇 陡然间出现在南诏旧部 而跟随在官军身后的 是如同蝗虫一般涌进了尔海周边的土地的西南遗珠部 此地距离大理城可谓是近在咫尺 但终究是还有十几里地的距离 并不是适合大军出击攻城的营地 想要攻打大理城 就必须向前驻扎营垒 距离大理城下不宜超过三里 赵龙的话让雄本摇头 此剑你何须如此啊 你身负异军之重 切不可莽撞行事 让下面的儿郎查探 总不如自己亲眼看上一看 赵龙道 何况末将不过以武夫 只凭永利利足军中 若是连胆子都没了 日后也没法再领兵了 不过还请大帅放心 末将还没有活够 可不想这么早地去见阎王 赵龙在大理城外纵马飞驰 来自西域的梁居 让大理特产的颠马相行见处 不过用来行走山路 运送货物 没有比颠马更合适的了 现在赵龙麾下大军的日常耗用 粮草的部分 就是靠了就地征收 以及得到的战利品 而其余军资正是靠着颠马的千里运转 赵龙的身后 紧跟着他的一群护卫 人人高头大马 本来看见宋军逼近城下 不得不赶出来的大理骑兵 看见这边的壮胜君荣 隔得很远 便停下脚步 根本不敢再靠近一点 赵龙仔仔细细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而他手下的亲卫之中 还有一人拿着纸笔 在一块木板上飞速地记录着 滇池 尔海 两湖之滨 是难得水草丰美的上等 不论是放牧还是种田 都堪比江南 至少能养下十万户 这样的土地屯下来 就没有人愿意还了 现在赵龙正在命人 将这里的土地给绘制成地图 以背后用 远离主力的他 肆无忌惮地留在大理城的城下 看见自家的兵马 缩寻不前 城头上 鼓号声响了几次 一次比一次更急促 他们终于动了 大理人一动 赵龙也终于动了 引着敌人的骑兵 在城下绕了几个圈子 赵龙忽然缓下马来 张弓搭箭 一箭便射落了 追在最前面的敌人 紧接着 调转马身 领着麾下的战士 一个反冲 标准的骑兵战术 让赵龙收获了 又一场胜利 该上大阵仗了 下面的儿郎 去割首级 赵龙则看着那两座大营 等着营中开营出战 大理城外有两座大营 驻兵在三万以上 城中还有一万兵马 这是精锐 若是在城中 集民为兵 还能更多一倍 这是大理最后的一点财产了 把持了宰相之位的高志生 他老家已经给官军抄了 真恨不得能报仇血恨 相对于城中的守军 城外的宋军才不过五千之数 如此薄弱的兵力 正常的将领看过来 都会觉得 有个两万人马 足以踏平城外的营地 赵龙预计 自己这里的兵马都用上 指挥上不出大的问题 这一仗可就赢定了 一战烧定便可以渐营 只不过这几天的夜里 得小心大理人夜袭 但大理人始终没有动静 连夜袭都没有 直到第二天 大理城中终于有了动静 北门的城门 缓缓地开启了 开启的城门 并非是出战的大军 而是请降的使者 全向高志生之子 高生太代表其父 代表大理 出城请降 第三次了 雄本对赵龙道 第三次了 赵龙点头 宁笑了起来 高生太 这已经是大理国开战以来的 第三次请降了 第一次被派出来请降的 是大理国中的清平官 相当于汉林 那时候官军还没有渡过弱水 所以清平官 还有几分傲气给雄本赶了回去 第二次 也就是官军逼进尔海之后 过来的是大理朝中的九爽之一 其位相当于九卿 是高氏族人 但要求颇多 雄本还是没有理会的 除了这两次 走小路 直接去向朝廷请降的使臣 光是在半道上被拦住的就有六匹 加上没拦住的只怕有十几拨 不过有韩刚张纯把持朝政 自使不用担心有人在朝中扯后腿 第三次 也就是眼前的这一次 不为大理 只为高氏 高智升的嫡子 高生太 终于出城来了 大宋以讨逆为名 为段氏举兵南下 不管这个理由多么可笑 其明面上的目标 就是当权的高氏无矣 段氏或许不能保住王位 但至少能保住性命 在东京汴梁城中 少不了给他的一座府邸 可高氏又能有什么呢 既然宋人以权臣乱国为名 来攻打大理 不逐租高氏 怎么名正言顺的结束这场战争呢 官军已经兵临城下 最后一战就在眼前 大理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高氏父子已是龙中困兽 但他们如何会甘心 就此走向父王呢 这样的情况再不挣扎一下 可就当真会身死足灭了 大帅要去见他吗 赵龙问道 熊本道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要求 赵龙想了想 保命吧 应该不会再蠢了 熊本喝得一声笑 自来恩资尚出 他们要做的是等着朝廷的发落 不是讨价还价 我们是来买菜的吗 我不见他 赵龙 你自己做工程准备 秦升 你带他去看看帆布 说吧 熊本转身回账 赵龙和熊本点名着那位幕僚 交换了一个眼神 各自一命离开 迎门处 高生泰焦躁不安地等待着 但他的脸上不敢表现出来 依然一副谦卑的表情 不论再如何屈辱 只要能保住性命 日后就有翻身的机会 宋人南下时 的确是震动大理朝野 但那时 高师父子还有几分把握 山高水长 万里路遥 这就是最好的防御 但宋人一路南下 什么险观要矮 都没能挡住宋军的脚步 高山川流 宋人全都如履平地 最早的时候 高生志和高生泰 派出的使者请降 是打算敷衍一下 筐的宋人退兵 之后就是能保住性命 甚至只要保住家族血脉 剩下的都可以不要了 焦躁的等待中 一名中年文官走出营地 打亮了高生泰两眼道 可是高侯 高生泰一一到地 小人就是高生泰 秦生回了办理 本官是总管帐下 积仪文字秦生 奉总管命特来迎接 小人见过秦姬仪 高生泰连忙又行了一礼 请高侯与本官来 秦生说着却没有进营 而是转头向东 那边有着西南宜人的营帐 哦 高生泰张口想说些什么 但没有敢说出口 秦生回头看了高生泰一眼 总管说了 要下官带高侯你看一看石门帆布的营地 高生泰拳头上的青筋都抱了起来 但最终还是不敢多说 小心翼翼地跟在秦生的身后 他的随从想跟着上去 却被拦住了 高生泰回头摆摆手 没让他们跟上去 石门帆的营地 就在官军营地旁边 直接就占了大理子民的房屋 雄本秉承圣旨 对汉人加以关照 这一回大宋南征 时至今日已经有七八百户汉人得到了官军的保护 雄本前日特意将触犯汉人的帆布施以重诚 就是要让西南仪上下都明白 即使是奴隶 只要他是汉人 就比手握上万南丁的洞主 族长都要尊贵 而行刑之后 他又公布了另一路的官军 已经快要会合 则是彻底地将所有异心都给压了下去 凡仪们对雄本派出的幕僚 俯首贴耳 对高生泰则是怒目而逝 更有少年人在旁提着长刀 一脸的跃跃欲试 让高生泰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哪个矛头小子一时头脑发热 让他这个相国之子 实质上的大理太子 死得不明不白 不过他的提心吊胆 在深入石门帆布的营垒后 就再无暇去顾忌了 铁甲 铁盔 钢枪 站在营门口迎接的一干蛮夷 尽管他们身上都穿着盔甲 还拄着长枪 但并没有让高生泰太过惊讶 毕竟是精锐 跟在宋人身后有点好东西很正常 但入营之后 几乎每一个蛮兵 都有一个油黑的铁制头盔 枪刃上闪着金光的长枪 也是人人都拄着一只 这几个月来 不少奉命清剿入寇 蛮夷的败将逃回大理 都在说蛮夷的假奸兵力 之前高生泰还觉得 是战败后的脱罪之词 假奸兵力这个词 用在宋人身上 无可厚非 可是用在蛮夷身上 岂不是个笑话吗 可现在看来 还是说的少了 有如此装备的军队 即使是在大理国中 也不过数千而已 中原的兵器 高生泰也不是没有见识过 流入大理的宋国刀枪 只要他想要 自然能拿到手 高生泰曾拿着自己的配件 与宋人配刀对砍 刀剑交击之后 锋刃上都蹦出了缺口 但自己的配件 是国中最好的将人打造的 只能与宋军小足手中的武器相当 宋人的武器到底有多精良 就可想而知了 看着高生泰脸上的表情变化 笑容在秦升脸上一闪而过 带着高生泰过来 让他看的不是大理国子民的痛苦 而是石门帆布的装备 高侯 此间帆布手上的装备 都是朝廷所赐 每个部族按照出兵人数 十比一的比例 给予铁甲 而点钢长枪和金铁头盔 则是人手一把 小头领还能得到一把腰刀 刀刃加了钢 用对力量 能一刀砍断万口粗的树 高生泰脸色泛着青色 满口苦涩 仿佛嘴里被塞了一个轻轻的生柿子 山中的蛮夷连衣服都没有 就在营地中 高生泰看见过很多人都裹着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 但他们手上的武器盔甲 却都是正量的 不是宋人给的 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高生泰明白 不是大宋求着帆布出兵 才给了这么多好处 如果当真是这样 聪明人都会选择给私捐瓷器 而不是给兵器作为酬劳 只不过是根本不在乎 就算那些藩人 想凭着这些武器反叛 也不过是给宋军的将帅 多送一份功劳而已 我中国别无常处 唯有附属二字 这一场难争之役 朝廷分三路出兵 总计马步军七千八百人 秦升回头看了一眼高生泰 不及大力十一啊